議員哭哩哩的市場中這孫 修仙為鎮北方歷史教育的改造價位 市府正處中用5千萬的建設經費 標示感謝 再三月風一回 另外市府開大錢 無關是高級的收穫 和樂廣場和牛牛的改建 加上最近12隻牛牛就花了2千萬來做光雕 主要推動呼聲的魅力觀光樂園 不過當議員看到市府的出餐計劃 民間主要的溫和優準BOT案 議員認為市府拚光說不應該什麼都BOT 未來的這個BOT案 也是這個利益公司會來標而已 因為他什麼都賣 我Google他這間利益國際 就一個人的公司 找不到他其他董事 也找不到他其他董事長 就一個莊先生代表 然後他什麼都賣 從食品 從遊船 從什麼什麼什麼 他不讓當的人都賣 所以他來標 我也可以去開個國際公司 然後我來標 因為他有船了嘛 那當然就要來標啊 那為什麼他自提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民間自提BOT案 那個規模 計畫規模達到3億元 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一條運河到目前都還沒有相接 都沒有辦法相通的 他就要投資3億 你不覺得奇怪嗎 您認為BOT是我們得罐名單嗎 和樂廣場又要OT 為什麼要OT 和樂廣場 你就無法舉辦了活動 新聞出辦的活動以後 那現在他就是一個清水 然後可以讓允客歇掉的地方 為什麼要OT 為什麼要OT 和樂廣場目前 主辦的單位 OT的主辦單位 是在進發 不過因為我們 在整個的規劃裡面 包含說旁邊的一個廣發廣場 那個是我們在用的 光油漁做的一個計畫 包含旁邊的魚市場 魚市場是我們正在 也是在走這個促餐的流程 就希望能夠把整個中西區 就如同議員所提到的 從這個海蘭路中正路 這樣的一個種態 他可以創造另外一個 觀光的亮點 那他還是必須要一步一步的來 庫里里認為 市府拼觀光應該要整合國局處 不管是交通 經法 文化和觀光路有局 既然表示 民主後疫情改變 第一開放的就是鼓勤 尤其文化局在那一百十年度 總共有十三年來的鼓勤收穫 無計近年底 就能在大部分來完成 議員認為 拼觀光應該結合文化 相款和觀光路由 他認為 台南最欠缺的 是提供UK 一個休憲學群的所在 認為市府應該要半點空間 提供UK失蹤的學群所在 我覺得你應該去喊點 淺草商盤 它是地下 因為平面的 它營運是沒問題的 是要從家家旅店那邊下去的地下 那邊到底有多少是有租 但是沒有營業的格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 比較有經濟效益的格位 來跟它做一個交換 我們不影響它的權利 我們把整個淺草商場地下 把它打通 我們要做一個旅客的蝎腳站 只需要人去那邊整理 當人建立 讓他們去國華街 或是去中間賺東西 去國華街吃東西的 有一個蝎腳的地方 不要叫什麼旅客服務中心 沒有那麼偉大 我們服務什麼 人家吃什麼東西 APV上就有找得到的 何況在我們台南 我們台南從口廟 各個商圈都有APV 所以根本不需要我們去教導他們 我做一個出口民調 所有來台南遊玩吃東西的人 都只有說外國賣錢 添一間店舖的地方 車載在交通方面 議員也固定疫情機関 持戶收取小黃便利送 議員建議 如果持戶可以利用小黃 才是中巴 作為UK停車便利送的交通接送 鼓勵民眾將車停留在路外停車場 解決市場心的停車問題 對處市場和交通局長 也標示可以來出口 帶讓西姆林跟劉品妍拆放不得 帶讓西姆林跟劉品妍拆放不得 手洗車 既然開連西姆林跟劉品妍拆放不得